嗨 大家 好久不見 我們今天要去打 BOOSTER SHOT 就是第三劑的疫苗 這個東西其實被我拖了有點久 我上禮拜本來就有預約一天 我就很天真的以為是某一天 結果到來那天 那個人就說 先生你可以給我看一下你的確認信嗎 然後我就給他看 然後他就說 是明天 然後他就說 今天我們也沒有任何的DOS 所以你只能明天再回來 我想說好吧 那我就明天再回來 結果隔天呢 我身體就發了一個 史上最嚴重的群麻症 我的臉跟身體就幾乎都爛掉 六十以來最嚴重的群麻症 不知道是為什麼 台灣的皮膚科醫生就建議我 先不要去打疫苗 所以我就把它取消了 過了幾天之後 我的這個群麻症都好了之後 我就才預約今天 所以我昨天預約了 某一個地方的某一個時段 結果他半夜跟我說 我們CANCEL 就是他把我取消掉 半夜起來又重新預約了一件 然後這個第三劑的過程很波折 希望我們今天可以成功好不好 那我今天皮膚很差 起床的時候 多了幾個痘痘 很煩 那我們要出門囉 走 我打完了 在裡面的畫面我就沒有拍了 反正打針就是那樣的 結果怎麼樣 我剛剛又跑錯電了 我預約是這家72階的 然後我剛剛跑到86階的 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我有時候不會去記地址 你知道嗎 我有時候會記那些相對關係 就是車站在這邊 CBS在這邊什麼什麼的 然後我剛剛在看那個 Google Maps的時候就看錯 然後看到86階的 反正我就打到上面 結果他就說 我們沒有找到你的預約資料 我想說 Shit 又來 然後我就趕快 攔了計程車到72階這家 Hacking的時候 他就說 I don't know you're pretty late 我不確定我今天可以幫你打到 Anyway 最後是打到了 我這次整個booster的過程都非常不順利 我這次選的是那個Pfizer 我想說我來 混打一下 因為我上次打莫德納的時候 副作用真的太嚴重 然後我心有瘀疾 所以 我們就看這次Pfizer會不會一樣 讓我有這麼不舒服的感覺 那今天就先這樣囉 嗨大家 我們今天有個神秘嘉賓 就是大表姐來紐約的千呼萬喚 她要來參加一個婚禮 首先我覺得婚禮辦在1月底很奇怪 因為要嘛就是很冷 要嘛就是會有大風雪 就是誰會把婚禮辦在1月底 但是她要參加婚禮 所以不干我的事 然後果然呢 今天就很冷 我們來看一下今天幾度 那你知道嗎 現在是零下9度 負9 然後體感溫度是零下負17 今天沒有什麼OOTD可言 今天就是穿得不要冷死 可以微生的狀態就好 我覺得她一個南加州人 就是在那邊住那麼久 很久沒有回到紐約 然後第一天回來就是這麼冷的氣候 她應該也是很懷念 那我們現在就出門去找她吧 這就是我今天的穿搭 跟我剛剛講的一樣 唯一宗旨就是 只求我不會被冷死 好 我們出門 哈囉 嗨我是有MG的 歡迎回來 這個冷風讓她非常有精神 然後非常快樂 我跟你講其實真的吹到紐約這個冷風 你會覺得心情很好 尤其她應該 你已經多久沒有吹到這個冷風 是的 我們先抗力回來了 今天真的很冷 我剛剛路上本來 一直想要就是錄一些什麼風景什麼的 後來發現我真的手拿不出來 然後就算手拿出來 都已經都是這樣子 然後就是 很慢 就是你沒有辦法好好的控制它 所以我就沒有快樂 我現在還在回溫當中 然後我剛好在她的影片裡面講 我們不知道誰會先傳 可能是我 這應該是 就是這邊有多冷呢 零下10度T感 零下快20度有多冷呢 就是地上會有那種很多狗狗尿尿尿尿 然後都是解冰的 就是這個 半年沒有見到我的觀眾了 什麼話想跟他們說嗎 一些沒有追蹤你沒有訂閱你的人 你們快點跟我們追蹤訂閱 大家喜歡她今天的瀏海嗎 我看不太懂 其實蠻可愛的 來了 因為我很想吃鬆餅 所以就逼她點了鬆餅 大叔點了Steak and Eggs 但是大叔今天晚上還要再吃牛排 所以大叔今天點了牛排量很大 吃完了要走出去了 吃好了嗎 超冷 這邊 其實今天天氣很好 但就是這個氣溫真的 很大不小 她從前幾天 就一直問我說 所以現在紐約地鐵要怎麼刷啊 我說就Apple page就好啦 我不要在你前面 我要看你過去 當時她住在這裡的時候 還沒有這種科技 是不是有點不敢自信 跟以前比起來 是不是真的很快 懷念嗎 懷念 懷念 這真的好像回到以前 就是2017的話 是不是現在也2022了 到了Brooklyn Museum 這邊真的超級遠 她剛剛提醒我這邊可以做 Museum的燈光小教室 她跟你講 她以前的公司專門在做Museum Design Museum Lighting 沒有錯 所以現在馬上就看到一個東西 可以跟大家說 像這種東西啊 就是歷史的展品對不對 它是一個有歷史的東西 所以他們這種東西 對於展品上面的Food Candle 非常的要求 Food Candle就是照度 不能太亮 不能太亮 所以他們選這些燈 然後都會有那種 Curator在這邊拿那個Meter 一直在量說 這太亮了 我們還差兩個Food Candle 然後我們燈光設計師就要去把它 就是想辦法把它定暗 或者是拿東西遮住那個光源 然後讓它盡量暗一點 但是這個 有四個光這樣照過去 我覺得應該還好 我目前遇過要求最高的 會是那種你知道 像是古老的畫 或是那種 不能太亮 或是像那種草稿 就是手稿的草稿 如果是蒸雞的話 都非常要求 因為其實光的那個熱度 還有照度 是會去 某種程度上是會去損傷那些東西的 博物館的燈光設計 對於照度來講 是非常要求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場域 這個地方就是昏昏暗暗的有沒有 他們其實不是故意的 是因為這些東西都是蒸雞 所以對於照光的照度有一定的要求 大家懂了嗎 這些軌道燈就是小的ETC Source 4 Source 4就是我們平常在劇場 會用的一般的那種火源型投射燈這樣 但是在這邊它就是縮小版 它叫那個Source 4 Mini 它的照度其實是有一定的亮度的 可是我們看到這邊 它們前面都被加了非常多的紗 就是Script 讓它那個燈光的照度能夠降下來 就是因為我剛剛說的那個原因 所以像這種東西 新的展板上面的字的話 因為這是新作的東西 所以那些亮度的規定 就不會這麼重要 像我們可以看到 你看過去最亮的地方 就在那邊對不對 因為 doesn't matter 沒關係 或是那種東西 新Pen的東西 新畫的東西都沒有那麼重要 可是像這種真正的展物 我們就要必須很小心的去對待它們 就是我剛剛說的 我現在鏡頭看起來 就是因為它對光比較敏感 所以其實還是有點亮度 可是我們現場看這個東西很暗 就是你要很認真看 才會看得清楚 它上面畫的東西是什麼 但是因為這些都是 當時這些超高的針積 還有那些布料 這種東西都很脆弱 所以對光照的要求都非常的高 這個展也太美了吧 你走過那些小小的展 今天之後就會走到這個大空間 有一些頭影的東西 頭影上面又會加一些燈光 這非常劇場的做法 但是超級美的 我們看完了 這個展很讚 推薦大家來 我很愛 但是不便宜 25塊 而且它是特展 因為它這個特展 就沒有開放給一般的展 就是 你 就是這是一個特展 然後它的特展門票 因為它沒有包含一般的 所以你只能來看特展 如果你要再看其他 常規展 常規展 常規展的話 就是要再買 好嗎? 在我們出去被人死之前 跟大家講一下我們接下來的行程 我們現在去SOHO 讓大叔去Shopping 因為它 少了一條領帶 明天要去參加婚禮 所以現在去買領帶 然後領帶 他說SOHO開了一家 其實開滿久的 就是有Harvest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哈日族 哈日族 哈日族 你們是不是這個年代的小孩 沒有在哈日族 沒有聽過哈日族 外面真的很冷 手沒有辦法拿出來 而且剛剛那個 就是 我們有一個地方沒有照到 就是耳朵 耳朵真的要掉下來了 我很喜歡這個外套 就是因為它這邊 很高 所以這一塊只要保護好 其實就很暖了 這一塊真的是重點 大家如果有機會去這種 寒帶國家 這邊一定要 脖子很重要 好 待會見 掰 那種重返柳葉街頭的感覺 我的耳朵快叫 我吹一口白氣給大家看 沒有 這兩天是真的很冷 連我住在紐約的時候 都很少這麼冷 嗯 好 到了 哈日族必來的 好 這家店是我第一次來的 這家店是SOHO分店 好 那你這次來紐約 除了參加婚禮之外 你還要幹嘛 你明天早上要幹嘛 放街 放街 早上幾點要放街 10點 怎麼會有人早上10點去逛街 你要逛什麼店 任何特別店 我要去逛馬場 各位 她明天早上要去逛Hermes 不好意思在自己頻道說 對 她不好意思在自己頻道說 她沒有想要跟大家展露這麼浮誇 這麼奢侈的影片 但她明天就是要去買BKC 沒有沒有 你手在那邊買 我們的大表姐真的是 中產高產階級的美國人 請我媽不要看你的影片 廖媽媽 過來看 廖哥知道你要買嗎 廖哥的一件衣服都超貴 沒有超過你這個包好不好 有 真的假的 你知道他們家的衣服都多貴嗎 當時我跟大叔打開網頁閃營 真的假的 可是廖哥衣服很少 很少 那很貴啊 因為一件就 會破產 廖哥知道你這樣子講它嗎 希望廖媽媽來看這個影片 她就可以知道自己的兒子跟女兒 平常的消費有多驚人 我媽不知道我賺多少錢 她那天一直逼我 我說我才不要跟你講 大家會跟媽媽說就是自己賺多少錢 我一定虛報啊 報仇啊 我平常好像不會講耶 就是有什麼好說 會啊 但是她是出於擔心我的經濟狀況的方式 我那不是想要就是從我那邊開油 好啦 真的太冷了 他們要去吃晚餐了 我要 逃回家吹暖氣 看到了 看到了 看到了幾天 我的腳已經有點失去之間 我真的是認真要回家吹暖氣 嗨大家 現在其實已經很晚了 現在是8點多 然後 我們今天要去吃一家就是 餐廳的餐廳 餐廳就是一個活動 比較好的餐廳 在這個週間就會推出一些比較特別的菜單 或者是比較經濟實惠的菜單 用這種求人去吃 所以我們今天就要去吃 然後因為我們決定太最後一分鐘了 所以我們只訂到10點多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決定去附近一家 酒店 先喝個幾杯 然後再去吃飯 那我們就出發吧 走 我們為了餐廳的星期而來 而且它上面寫說 Sunday to Friday 今天是 Saturday 星期六 我看到的上面就是沒有說 沒有人怪你 真的 你不要這樣子 乖啦 好漂亮喔 你的花比較大朵 明明就有一樣的東西 為什麼你也比較綻放 來了 來吃義大利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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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謝謝大家 謝謝 吃完了 又變得很冷 現在真的超冷 我覺得這整個vlog就是一直聽我在靠杯說我多冷 但是真的很冷 現在十二點十六分 我們今天歐式的晚餐吃到凌晨十二點十六分 我覺得大家一直聽我在說我多冷很不客觀 我們請學姐來解釋一下 就是你覺得今天有多冷 是一個什麼樣的感覺 冷到飽 很不想要出門的那種冷 很難形容 冷到有點沒辦法講話對不對 對 就是真的 我的天啊 嗨大家今天是禮拜天 我們今天的行程呢 就是要把我的鑰匙拿去給律師 為什麼要把我的鑰匙拿去給律師呢 因為現在離我回台灣的日子已經非常近了 其實上禮拜我已經把我們家比較小的植物 都帶過去他那邊 就是給他照顧 他家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一個風水暴地 他絕對顧植物 沒有顧得比我勤勞跟認真 可是他們家的植物都長得超級好 跟一個植物園一樣 我等一下拍給大家看 因為還有兩顆很大的東西 我帶不過去 他就人很好 然後說他可以來幫我交水 所以我就要去把我的鑰匙拿給他 然後因為家裡最近開了一家仙玉仙 所以我現在要先去買仙玉仙 然後帶給他家吃 順便有鑰匙給他 然後晚上應該會跟大表姐吃個飯吧 還不確定 那我們就出門囉 到了 仙玉仙 結果他跟我說要25分鐘 我想說那就算了 下次再吃 反正上次也吃過的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直接去他家 到他家再 看要吃什麼 哈囉 嗨 嗨 你看律師的豪宅 什麼豪 你看他的東西 他就是根本沒在顧也長這樣子 什麼意思 你根本就沒有在顧 還有那個 我有 你什麼 你顧了什麼 我就每個禮拜交水了 你新年的時候放了他們多久 你有在理他們嗎 有 然後 今天天天都會跟他們講 怎麼可能屁咧 然後我上禮拜就把他們帶來了 希望他們在這邊長得很好 如果長得真的很好 我就不帶回去了 然後這就是那個TiktokT 上班的工具 我不要把他講得很不負責任好了 就是他上次其實有試圖 就是要把鑰匙給我 然後讓我來交水 可是 可是怎麼了 他就是去打鑰匙的時候 我太怕 那個人才跟他說 他們家大門的鎖很複雜 幹嘛幹嘛的 但他家鑰匙明明就超不複雜 超不同的 然後那個鎖匠就跟他說 你這很複雜 我沒辦法今天就給你 所以他就跟我要我家的地址 然後鎖匠就說要寄給我 結果過了一個月 他都沒有寄給我 所以他有試圖要照顧他們 但是最後沒有發現 結果他們完全沒事 對 然後結果他們完全沒事 然後我只要兩三天不理他們 他們就整個叫掉 什麼意思 我們再看2007年的Gupsy Girl 這是第二集 2008年幾年前的事情 14年前的影集 我覺得這對當時的高中生 並不是一個很好的影響 就是當時看這個長大的高中生 我覺得都很twisted 你們就是看這種東西長大 很有貓 我是高中後期開始看 真的不對 這對你的感情觀還有性生活 我的感情觀很好 蛤 看了幾集這個爛戲 我們要去吃晚餐了 謝謝你推薦我這個爛戲 不客氣 嗨 我有來訪他們了 這是帶著律師一起來吃晚餐 但是這都不是重點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東西 有沒有試貨的人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這是什麼東西 這是Lindy 26 然後是Inco 這是什麼皮革 TCP TCP 那anyway這就是一台小房車啦 我們現在放在這邊 原來愛馬仕摸起來是這個質感 我們可以知道大表姐就是現在就是 你有摸過Hermes嗎 摸摸看摸摸看 然後摸了 原來是這種感覺 很好摸 我們吃完之後呢 在下雪 然後呢 他居然唯一擔心的是他的愛馬仕有沒有領到雨 他就跟店家借了一個塑膠袋 然後才去裝起來 超聰明的 大家看得出來這個塑膠袋價值連繩 你這樣本末倒置嗎 神經病誰會這樣 對嗎 遇到下雪感覺怎麼樣 幸運 你真的很幸運 幸運 下雪了 我們要回家了 但是不用擔心 我們明天還是會跟他見面的 好了 回來睡了一個晚上之後 我們現在又要再去找大表姐吃飯了 這是一家他很喜歡的咖啡店還是brunch place 他們今天吃完就要回LA了 所以有點感傷 歡樂的相聚時光總是特別快 我再不出門就要遲到了 走吧 好我到了今天又來打擾他們兩個 其實是不知道誰打擾誰 我們今天來吃 這是他最愛的一家摩洛哥餐廳 我們之前在庫古柯林有吃過 這邊是東村location 這是一個 煎麵 煎麵 然後是包包 然後是 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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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點了一個很不接地氣的pancakes 因為我就很想吃甜的 好這就是我們今天的brunch 我們現在要搭車去 去Harry Potter store 因為大表姐是個哈迷 你一直說要去 我是一直建議你要去 我沒有去過 然後我們發現Uber沒有比地鐵貴太多 我就決定直接叫Uber了 因為東村其實要去搭地鐵要走很遠 真的很遠 東村是曼哈頓這邊大概租金比較便宜的一區 因為這邊就到地鐵站都要走一段路 不管到哪一站都很遠 而且也不是什麼比較好的線 就是你就算走到還是什麼四五六 你就覺得就還是很東邊 今天天氣很好 今天也是很冷 我覺得我要發一個challenge 就是大家可以算我這集vlog 講了幾次很冷 跟我常常講超級一樣 就超冷 對今天就是真的超冷 哈哈哈哈開玩笑的 今天沒開 蛤 而且他們一休息就說是五天 那你現在要幹嘛 What now 買了一大袋甜點 很冷的時候殺時間 對 我現在就是我等一下要去上班 我要去一個地方 然後他等一下我朋友要來 可是現在離這兩件事發生 大概都還有四十分鐘 非常尷尬 然後又很冷 就是天氣好的話 我就願意要走到哪我都可以 那這個天氣真的沒有辦法這樣走 真的 我們現在就是很多美國時間要殺 沒錯 跟大家介紹一下Museum of Sex Museum of Sex Museum of Sex 性愛博物館 我們剛剛就是差點走投無路 要進去逛 因為我們剛剛吃完brunch 然後也不能去 不想去喝咖啡 然後幹嘛幹嘛 所有室內的活動我們都不太想走 因為他已經沒有錢了 也不能逛街 大叔真的很好 大叔都會真的 很主動的拿出相機 或是任何攝影機 幫他老婆拍影片 拍照 我覺得真的是 很可愛 So cute 又回到他飯店的Lobby 你不能在這兩天內得到空 不然你會上不了飛機 對啊 但是我前幾天接觸了很多人 現在才講 我能不能順利的上飛機 大家就看我之後的影片就知道了 我去工作了 這次他雖然來這幾天我跟阿密基的見面 可是我們好像沒有拍什麼特別的東西 就是一個Bois 沒辦法像他來加州一樣 對 因為他時間很趕 希望這次不是我們今年最後一次見面 真的 我們今天這次有努力拍比較多照片 就是希望我這一年陸續可以用到 因為我每次見面都拍 我們每次見面都每次拍照 然後每次需要發照片的時候 都覺得很 都覺得很痛 對 然後這次就一直提醒自己說要拍照 對 好啦 那我覺得 我自己覺得我的Bois應該會在這邊結束 然後他好像也分上夏季 然後我們很有機會會在同一個禮拜傳 我們盡量看一些不一樣的東西啦 嗯 然後 所以這次有發生的話 大家就Enjoy了 OK 那喜歡這影片的話 就幫我按讚 留言 訂閱這個頻道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